嗨 大家好 我是爱生活爱分享的恩乃姨 我今天一大早呢 出去买菜 看见这个鱼也特别新鲜 这小窄带鱼特别新鲜 还买了三条这个鱼鱼 一会儿呢 我把这个鱼鱼收拾出来 先不做 给它冻到冰箱里边 我今天先做这个窄带鱼 看我怎么做的 我做完以后 大家跟我学学吧 特别好吃 好 开始 忙活 这鱼鱼八块钱一斤 这三条大鱼 大鱼五块钱一斤 便宜吧 用我的这个净化清洁器 给我的食物进行把关 选一下肉类 这能去除海鲜里边的那个重金属 还有细菌 还有那个激素之类的 这个给我把把关 十分钟 到了 大家看看 清洁出来这么多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这都是什么物质 把它拿出来用清水这么一冲就行了 不用特出的清洁 把头扔掉 不要它 一定把这个肚子里边 这个黑的都给它去掉 把带鱼的鳞都给它去掉 有人吃这个 他们说是高蛋白 但是我接受不了吃这个 我先兴起 终于都得了完了 看 多干净啊 我把它剪成段 一段一段的 这小带鱼 又窄又窄又短 一段鱼 可以剪成三段就行 下一步就把这个鱼身上打上口 斜着刀给它片点这个小口 就是为了入味 好 都弄完了 倒点干面粉 把这个带鱼段 裹一下干面粉 都弄完了 就把这个鱼段 裹一下 那放一张 转给它 就是在有点资格 如果是在那里 une就打开 一张 裹一下 这个鱼段 是在那里 不再去参资格 这种鱼段 就是卖了 是在那里 你宰得到一带鱼段 是不是 这个鱼段 是在那里 是在那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煎鱼的时候不粘锅 倒油 做这种鱼啊 金黄金黄的 这就熟了 从油锅里拿出来 把它放到这个盘子里 粗溜一下这个声音 听到了吧 看这个鱼 在吸这个汤汁 在这个料汁里呢 泡一会儿就可以了 给它搭出来 鱼做熟了 看看漂亮吧 不光漂亮 还特别好吃呢 也不用红烧 也不用加凹 是吧 就把它炸熟了以后呢 放在那个 我配的那个料汁里面 一出流 泡一会儿 搭出来 哎呀 这个味道 酸甜咸辣 味道俱全 特别好吃 这个菜哈 还可以凉着吃 凉着吃 拿着那个 就酒喝 今天晚上 我先生回来 我们两口子 再做几个小菜 就着这小鱼 喝两口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 喜欢恩娜姨的 给恩娜姨 长按点赞 来一个强烈推荐 谢谢大家 再见